今天咱们做那个土豆丝 一个土豆 还有红椒 青椒 蒜 香菜 咱们这个土豆丝呢 不能割太小的土豆 要割太小的土豆呢 就是不好切 这个辣椒呢 要那个小的辣椒 切丝 它那个好入味 咱们打皮 有打皮器的那个 割打皮器就行 我这个就割这个豆絮了 这个呢就是 青红的辣椒 还有香菜 香菜呢 咱们就是用这个 有那个小颗的是最好的 它那个味道更浓 咱们这个土豆削好了 咱们就开始切了 切成丝 咱们切成 先把那个土豆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丝 咱们现在就开始切丝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 你割凉水泡一下 把那个 把那个 土豆的粘粉 泡进去 咱们这个那个泡呢 泡个十分八分的 为妈呢 它这不有土豆粉吗 你要假设说 一焯的时候 它就黏了 现在咱们就给它 擀一下刀 香菜 切成小段 把这辣线给它切一下 生的太辣了 这辣椒呢 给它去籽 把它切成丝 配那个配料 咱们现在切这个是绿色的辣椒 绿色辣椒跟 红色的辣椒 它的这个 辣度有个反差 咱们呢 就是要 有一个 反差的那个力 这个 辣度的一个反差 和一个 颜色的一个反差 咱们呢 大家看一看 红辣椒跟那个 绿辣椒 这个层次的一个分别 那咱们把蒜 拍了 再切成碎的 它更鲜亮 算是香辣味 那个辣椒是香味 那个辣椒是香味 嗯 割一些盐 割盐呢 主要是那个 焯的时候 那个 土豆丝就有点味道了 现在我这手里是拿的醋 嗯 水开了 最关键的 这个 这个时刻到了 它那个醋呢 必须这个水开了 才能往里倒 土豆丝 割里头 嗯 这个醋呢 主要就是 让这个土豆丝特别脆 这个呢 现在为什么这个 土豆丝这么轻 我呢 刚才呢 就是把那个 土豆丝啊 添了三遍 它呢 就特别清爽了 嗯 现在就是 三分钟左右 你可以就是尝一尝 那个 没有生土豆味 就可以 咱们捞出来呢 就是到那个 冷水盘里 过一下 这个捞出来以后 你看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 炸一些辣椒油 先呢 放一些盐 咱们糊弄一下 这个盐呢 跟那个辣椒 和在一起呢 主要是咸 咸的香味 咱们再割一些芝麻 咱们呢 搁这里头呢 那个 味道呢 更香一些 嚼起来 它那个 芝麻的香 能提出 体现出来 那 芝麻是增加 那个 原油的那个 辣香味 嗯 先打开火 嗯 把油呢 先热上 搁那葱 再搁洋葱 再搁姜 搁香 搁香 搁香菜 搁桂皮 香叶 八角 搁几粒丁香 这个呢 不能大火 然后 吃慢慢的熬 把他们熬 把他们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 味道呢 都熬出来 这样呢 这个油呢 就是 浇到辣椒上 就更 更美味 我现在呢 炸这个呢 炸了七八分钟了 主要呢 是在看这个 这些料啊 有点 麻黄了 也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味道啊 特别香 满屋都飘这个 料的香了 料啊 就都不要了 你就做别的菜的时候 隔离就可以了 咱们主要是要它这个油 现在就得闭火 咱们用这个油呢 来炸这个辣椒 好 千万慢一点 别绷着 这个 特别烫 拖弄着 让它 底下也蘸着热 要不有好的 有没好的 它 没有那么香 好 多生啊 把水炖进了 别太多的水 先放的是 辣椒 青辣椒和红辣椒 然后再放香菜 然后再放蒜 咱搅拌一下 这是海鲜酱油 醋 蚝油 鸡粉 鸡粉 再搁点胡椒粉 提提味 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油啊 一定要凉透了 割它这个油 割两勺 辣椒油 这辣椒呢 那你要能吃辣的呢 能吃辣的呢 你就多 就搁点底下这个辣椒 你要不能吃辣的呢 就搁点油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这个就拌好了 咱们可以现在尝一下 这个味道呢 这个味道呢 土豆的脆 辣椒油的香 和这些拌料的这个味道啊 非常的浓厚 现在呢 吃的感觉呢 越嚼越香 特别爽口 现在呢 才能吃的 咱们看到了 这样子 试试一下 那再来 最后再来 就 好 你 好 好 好 你 谢谢大家